東西出來的就直接是藍光 那接下來下一步就會到了我們所謂的一個彩色綠光片 那如大家所知的白光透過彩色綠光片以後呢 就是我們的RGB3原色 但是藍光的SUHD呢 其實在這邊就有點不一樣囉 它其實融合了奈米金鑽顯像技術 它在這邊就像一個駁膜色彩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就會變成比較色彩豐富的RGB3原色 並且透過彩色綠光片以後 可以看到這樣子我們的表示 其實色階是更豐富 並且色彩是更多元的 當然秘密並不只是如此而已 我們的SUHD電視呢 其實它搭載的是10bit面板 那相較於傳統的8bit面板的話呢 它其實色階是64倍之多 那以數字來說呢 其實是更提升了10.1億的色彩表現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現場的SUHD電視 它的色彩以及明亮度都是非常的好的 那另外還要跟各位提到的就是 關於能量使用的部分 那SUHD呢 我們透過裡面的晶片技術 以及面板的透色率的部分 我們更加的提升 那所以在相同的畫面的表現上面呢 SUHD用比較少的能量 但是擁有同樣的畫質效果 對消費者來說其實是一個更節能 更環保的表現 那相信大家應該大概都清楚 SUHD裡面的故事是什麼了 那我們要大家記住的就是 SUHD的三項特點 第一個色彩的飽和度 第二個亮度 第三個就是在畫面的細節呈現 色彩飽和度的話 透過剛剛提到的很重要的 奈米金轉顯像技術 加上我們的10bit面板 所以呢色彩的飽和度能夠有64倍的提升 並且呢色彩的強化達到了10.7億的色彩強化 那另外呢就是亮度強化的部分 因為面板結構的不同 加上我們的晶片運算的技術 所以相較於傳統的電視 我們的亮度強化了2.5倍 第三個 就像相機的HDR技術一樣 我們其實運用了尖端光感運算技術 那它讓暗部更加的對比強化 並且強調細節的表現 那可以看到如果大家有看到就是影片的話 其實在一片暗黑的星空裡面 每一顆星星其實都是非常閃爍耀眼的 OK 那剛剛就是為各位介紹了今年旗艦款SUHD超4K電視的部分 那其實三星還是有非常多不同的產品 像是這個足以代表去年我們巔峰製作的曲面電視 那其實我們去年推出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有非常多討論的聲音 以及質疑的聲音 覺得消費者真的會購買一台曲面電視在家裡嗎 但是經過市場一年的回顧 以及我們消費者的觀察 其實消費者他會願意購買大尺寸 並且享受更寬廣的視覺享受 那曲面電視呢就是帶給他這樣的一個體驗 那以吃力也可以看到 不管是其他廠牌也有推出這樣子的產品概念 也代表著這塊市場其實有持續發展性 並且是持續的在成長的 那今年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 去年我們只推出了4200R50吋以上的最失觀察距離 但是呢針對比如說台灣比較小的居家環境的時候 我們針對48吋以下的電視提供了3000R的觀察距離 也就是說你在比較小的空間下 同樣可以享受像是IMAX電影院般的 舒適的以及環繞的影像感受 當然最重要的秘密還有這個 智慧景深強化技術 那透過不同的圖層分析 帶給你就是一個類3D 不用帶3D眼鏡就可以有3D環繞的立體感受 那另外還有一個品項就是剛剛提到的 2010年三星其實就開始發展了 就是我們的Smart TV 不過今年有一點不一樣 今年我們採用的是開放性的Tizen系統 那Tizen系統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就是它讓開發者變得有更多的權限 更多的權力去編制裡面的應用程式 那另外呢也就是它的未來性 它其實是未來物聯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開端 那電視呢它其實不再只是一個電視 它是未來一個智慧家庭環境的一個表現的一個連結 那另外呢除了剛剛智慧家庭的考量以外 其實我們也有更人性化的設計 舉例來說去年的話如果你要使用Smart Hub的話 你其實必須要跳戳出另外的頁面 去享受我們提供的智慧中心服務 但是現在它在下面做了一個快捷鍵的選項 所以你還可以一邊看影片一邊挑選你喜歡的應用程式 不會因此而中斷你原有的享受 另外呢就是快速連結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的話其實已經內建在S6裡面 那陸續我們也會針對不同的機型做更新 那不太需要透過繁複的工作 你只要向他試選單選取快速連結 然後找到這台電視配對就可以了 其實非常非常的簡單容易 那另外呢這個其實算是一個智慧家庭概念的一個先驅 今天想像一下你家中你的手機你的鬧鐘響了 但是你的電視開啟了 電視開啟了以後顯示出來的是時間 今天的天氣還有今天的行程 你其實躺在床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規劃你今天一整天的生活 電視它不再只是電視 它其實就是你的貼身秘書 那其實呢講了這麼多三星其實今年推出了非常多 具有畫質具有smart 甚至是曲面的電視設計 但是呢就像人一樣 如果你今天長得漂亮 但是你衣服穿得不好的時候 其實你沒辦法圖現出它的美 那電視也是一樣的 我們今天的畫面非常的完美 但是呢我們有鑽石切邊設計 那讓它那種電視呢就像畫框一樣就像藝術品一樣 可以讓你可以掛在牆上 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其他的 比如說像JS9000 那它的背後呢其實是像旅行箱一樣的曲面螺紋設計 那在後面呢其實是非常具有曲面以及立體感的 OK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進一段路是smart功能電視的影片 不好意思 那這個影片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智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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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螢幕上面其實只要選擇以後 馬上大螢幕到小螢幕 小螢幕到大螢幕 那電視的畫面其實就可以跟著你到家中的每個角落 國跟著你和展示說 точ著我的進步 每個角落 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體驗一下我們的智慧遙控器 其實它在螢幕的四方就會出現快速的選項鍵 這個就是Tyson的智慧中心的介面 直接選取以後就會進入到螢幕的畫面 這個其實是未來的一個概念 其實不只是電視不只是電視 它可以跟家庭做結合 它可以變成更是一個寓教娛樂功能的一個裝置 那像在未來其實這個概念其實一直大家都有提到 比如說家中的老人或者是小孩的時候 電視的裝置可以變成家中的一個監視器 讓你可以在比如說遠端的時候也要解到家中的生活 剛剛的以上就是我們為各位呈現的三星電視的一個介紹 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發現 其實聲音出來的時候並不是從電視前面出來 可能前面的部落客可能會覺得聲音怎麼從後面出來 它其實就是跟我們的360度的喇叭做一個無限的連結 那這個無指向性喇叭它的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它的喇叭的部分其實 它沒有動 OK 那大家就是看一下 幫我按起來一眼謝謝 那它其實在喇叭的部分可以看到它中間有一個環的部分 那它的聲音就是透過這邊360度的呈現出來 那它透過的是環形輻射技術以及聲波的透射技術 所以也因為這樣呢不管在家中哪一個聲音哪一個角度都可以有最好的聲音呈現 OK 那另外呢這個是三星特有的曲面桑吧 那它可以跟電視做完美的配合 那同時今年呢我們也加強了重低音的效果 所以其實擺著並不只是跟電視有一體性的呈現 它同時也可以帶給你環繞的聲音享受 那這個呢其實就是好康藥報給大家知道了 其實今年我們為了讓消費者能夠更有曲面以及聲音的一體整整體性的體驗 那我們今年推出了買7500系列就送Curve Samba 那Curve Samba的效果大家也可以在這邊體驗到 那曲面電視的感光享受呢大家一定在這邊也可以感受到 那這個的話則是我們接下來會舉辦的活動 那跟百貨公司合作其實在三個地點三個時段 都可以讓你跟你的親朋好友一同去感受 SUHD帶給你的不同反響的影音享受 那最後為大家做個總結喔 其實呢我們不只代表帶給大家一個極致出色的畫質 同時呢我們帶給大家細膩 曲面4K以及畫質的細膩程度 同時呢Tyson Smart Hub帶給大家娛樂享受 那我們的設計 我們盧紋設計或者是鑽石切片設計 讓你擺在家裡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完美的藝術品 帶給你影音設計以及視覺的雙重享受 那三星SUHD今天的介紹都叫 就是當給大家 我卡詞都好緊張喔 OK那超4K電視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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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ggy很可愛啊 前面都超聲之後一句才卡詞 好 那其實經過剛才Peggy她非常專業的介紹 我們就發現 她真的有很多細節是耐人尋味的 但是到底實際體驗起來 感覺是怎麼樣的呢 趕快呢隆重的歡迎到的這位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長相非常可愛帥氣的 熱烈的掌聲歡迎慶哥 歡迎 大家午安喔 那其實我在前幾天喔 有自己去體驗一下 那以下呢其實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好 第一個呢就是說 你現在喔 你看現在大家都在打房對不對 你看房子喔 那個越來越貴 尤其是在台北的時候 不像阿達住台南喔 那個房子都透天 那在小小家庭裡面呢 你該怎麼辦呢 就是你的距離就很重要 老一輩的人常跟我說喔 但是喔 你要從那個高度算過去 你要乘以五倍 那個就是最佳的那個距離 那如果今天是這樣子 這台電視的話 用老一輩的講法呢 你可能要到後面那個最後 你拿飲料那個地方 才可以看這台電視了 那現在為什麼我覺得4K很棒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喔 它的距離呢 大概一公尺左右 它不會讓你的眼睛呢 產生比較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這一個部分呢 是我個人覺得我很喜歡 第二個部分呢 是我自己覺得很強調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常去全國電子啊 燦坤啊 微電視一尊喔 那個電視都排排 每一台的那個色澤啊 亮度啊 哇都好漂亮喔 結果後來呢 買回去以後 回家喔 把電視放上去說 欸奇怪的 我在電視怎麼跟燦坤 全國電子不一樣 因為呢 他們呢 在銷售的時候 他們都把 我們的電視相關的一些解析度 亮度啊 色度全國調到最高 所以你看下去的時候 會覺得 哇好舒服喔 那問題你調到最高的時候 有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欸很浪費電耶 你知道浪費電喔 現在又在限水 接下來就有可能會限電 那就很麻煩啊 但這4K的電視 我覺得因為它透過它的解析度 包含它自己的面板上 所以其實呢 它在 它不用透過你去調整到最高的Label 用一般的品質來看 那你這樣子又可以省電 然後呢 又可以達到 我剛剛說的燦坤或全國電子那種 調量那種技術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個地方呢 是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去那個西門町國賓 900多個位置 下禮拜那個復仇聯盟二 幾乎都已經 每一場都被訂光了 但有時候你可以發覺一些事情 有時候我們那個 在看戲院的時候 我們可能坐在最角落 邊邊處什麼 那個位置是什麼 三十幾號的 可是你在看螢幕的時候呢 你的眼睛的那個舒適度 還是有的 可是呢 你在看平面的時候呢 就有點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在戲院 戲院其實它是一個曲面的螢幕 所以我們在任何角落看下去呢 其實你會覺得你眼睛看的那個舒適感 是很舒服的 但是因為平面的關係 我們眼球有個構造就是 你今天如果在看足球的時候 如果是平面的 你可能坐在最角落 你眼睛呢 就會跟著那個足球人動來動去 那眼睛的左右左右動久了呢 你可以看到 你用平面電視來看 同樣兩個小時 跟用曲面電視看同樣兩個小時 你平面電視呢 你眼睛就已經 會有一點那個 覺得色色的 然後甚至於有點那個疲倦的感覺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覺得 曲面呢 其實是比較好的 好 那再來就是 阿達 你知道奈尼是誰發明的嗎 不是你 不是喔 他其實是在四十多年前 有個外國人 他提出了一個概念 他是物理學家 他提出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呢 不把大英百科全書 全部縮小到一個 那個真的那個上面 就是其實是很細的 那以現在物理學來講 就是他等於是 等比縮小到四千萬分之一 的這麼小 那剛剛他也講到 所謂的奈米技術 所以也因為這個技術 其實你可以看 他這個螢幕的每一個地方 為什麼他叫做超4K 原因也在這邊 對 其實這個地方 我在什麼時候體驗最好 可是那一天他不給我體驗 我就在玩PS4 可是啊 我是說那可以拿來接嘛 那個三星說不行 這個還不能公布 不然我想說拿來玩遊戲 阿輝應該會 應該會 蠻有趣的喔 中台到我家 好 成交一台啦 特成交 好再來 其實我覺得4K 其實 到我今天為止 一直覺得說 4K 他重要的其實是這個環境 你看他在一兩年前已經推廣出來 但是一直無法 讓大家覺得可以很方便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現在這個入手才是時候 有這幾點 第一點 你看阿輝或阿達 他們幾乎一兩個月都在換手機 換相機 但是他們兩個不會換電視 對 所以呢 電視一台 能看多久 5年或10年 你知道那個 我家的蠻愛電視 已經也看了快5年了 但事實上其實 接下來 你看 我們現在已經是HD的畫質 你看一些新聞啊 可是接下來呢 如果他們填到4K以後 你就不用額外的花錢買電視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呢 我發覺到現在像你看 你看我們到Youtube 你去搜尋Lucy 她有一個4K電影的版本 那我們已經有這方面可以下載 或者是說其實 像在日本呢 他們有些什麼 足球賽 其實也都導入了4K的技術進去 而且現在很多電影公司 我去詢問一下 也大家都在導入了 像我自己很愛看美國影集 那美國影集 也會叫紙牌屋的 它其實也是用4K在做拍 所以這個內容其實 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這個4K 其實應該是可以去看了 再來就是第三個就是 其實拍攝的4K 以前沒有很多 但現在很多了 現在手機S6H已經可以拍4K 包含也有4K的密動攝影機 那還有就是說 連線材也都有支援4K 我曾經我有一個朋友 他買了那個線材 他買了4K電視 但他的線材送一般的HDMI的線 結果看下去 有些雜訊的那種感覺 就是沒有到這麼的好 但是現在也有HDMI的線材 也支援4K了 所以呢 我覺得 基於這幾個理由 我認為4K電視現在入手很好 那再來就是說 你有了4K電視 那有一個環境很重要 就是那個喇叭的音響 像他這一 我覺得在家裡客廳裡面 如果喇叭是放那種很方正 這樣就感覺好像沒有設計感 你阿輝這麼帥 他有時候在房間裡面 他放下去的東西 絕對不是方正的 他一定都會找那種 你放歪的掉 哈哈哈 但是呢 我覺得那個喇叭 放在家裡 他其實已經是一個 擺飾的一部分 所以為什麼他們這次有推一個 叫360度的 五指向性的音響 那這音響呢 我覺得有點還蠻酷的 但他可能要買很多顆 現在這是一顆 他最多可以同時在這個環境裡面 擺了12顆 那這12顆呢 比如說呢 你上廁所的時候 你就把房間那邊給播放 或者是呢 你可能在煮飯的時候 那邊也放了一兩顆 所以他其實可以透過設定 你可以任意讓你一顆去做播放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一個設計的造型我很喜歡 最後喔 最後一個就是 我覺得很棒的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功能 因為呢 小弟腸胃比較不好 常常呢 有時候在跨點自己尊 看一看呢 有時候很精彩的時候 突然會骨子痛 那我的廁所就剛好在我們家的客廳旁邊 那我覺得這功能很棒的是 這功能很棒的是 這功能很棒的是就是說 你今天只要是S6H S6或S6H 或者是接下來你去做任體更新啊 你可以呢 直接把螢幕從電視 直接透過什麼 手機可以繼續播放 那我覺得這功能就很好了 有時候你就可以 在看連續劇的時候啊 中間都可以無縫可以接軌 甚至於呢 你也不用再去買一個什麼樣的 像什麼Apple TV啊 去投射到那個電視上 反正他已經都自動去做連結了 所以這個功能呢 是我個人最愛最愛的一個功能 對以上呢 其實是我小弟我個人分享 謝謝 謝謝漢哥 聽到他在一整個他的 體驗分享 已經講到他最喜歡最喜歡 已經連講五格 就是說他到底有多喜歡了 那我相信等一下大家體驗過後 也會專門喜歡喔 所以來 主持人呢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次呢 三星電視呢 非常用心的準備了幾個區域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是個基本的 文字